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说一个消息 周深29日已到达澳门 为江苏卫视31日晚跨年直播做准备 估计今天会进行彩排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彩排路透 周深一到澳门就被粉丝送了一个气球 这是多怕孩子迷路 而且这好像不是第一次被送气球了 哈哈 我找到你 是他你眼睛 希望把屋顶相拥 那是我 紧要的门后 也是我爱你的原因 在这期美地 神圣不息嘉年华第五期 于今天中午12点在芒果TV播出 今晚22点湖南卫视电视播出 第五期迎来两位新的飞行嘉宾 分别是荣佐尔和韦里安 本期是迷你音乐节演唱会主题 蓝队撒野音乐节 PK女队爱人啊演唱会 在本期节目中 深度合作的周深陈主生 可谓是强强联手 不是将就 是在彼此的领域里 都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两人将一曲《奇美地》 演绎得绝绝而奇美 两把透亮的嗓子 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之前 别说再见 我已在进不起礼点 在这之前 别说再见 我相遇 在这之前 别说再见 请帮我天使劫 就这样 别安慰 你 等我找到你 望着你眼睛 情无怕你想要 那是我 尽有个温柔 也是我爱你的罪意 如此不可及 这感觉就不得了了 两人的声线一个深沉一个空灵 组合起来简直让人如痴如醉 特别是周深这声线 这音色这爆发力 绝了燃炸了 歌曲《奇美地》融合了容易传唱的旋律 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歌词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 穿过森林步入你心 勾勒出一幅深情的画面 强烈的节奏和短剧的交织 使得听众仿佛穿越时空 感受到一种悲壮的氛围 真主声与周深的演唱 为那些感到迷茫 不知道如何前进的人 构建了一个梦幻般的奇美地 传达了鼓励与梦想追求的信息 呼唤听众勇敢追逐内心的梦想 为未来勇往直前 看他直接一个八度 深深太牛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葫芦兄弟的 撒点野音乐节 合着一个字不说是吧 重新来 欢迎来到我们葫芦兄弟的 撒点野音乐节 大家听得开心吗 开心 听得够不够 不够 还想不想再听 想 合着还是一个字都不说是吧 没有 我是彭根 接下来这里你接 你接 我接 有请我们 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组兄弟 对 保持神秘感这点我很喜欢 对 对 对 那么下一首是什么样 你们期待吗 期待 有你们最热情的呼喊声 欢迎他们出来 好 大家好 我是程楚生 你们喜欢我们了 喜欢我 好会 一般双黄啊 都是讲仿话 今天我要说点真心话 嗯 大家还记得 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那个龙龙跟我打了招呼 我没有回头 记得吗 嗨 熟生哥 好久不见 嗨 哎 那都是我真心的 大家记得吗 在唱歌的时候 我跟古剧机一起合唱 大家喜欢那首歌吗 对 对 古剧机看过来我没有看他 我又是真心的 所以我决定 以后 只要我在这个金头面前呢 我都是背向大家 不看大家了 这也是我真心的 哈哈哈 给拔走了 开箭 另外再说回抖音美好惊喜业 周深好像剧透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采访环节 在被媒体老师阴阳顿挫的表扬了近一分钟后 被问新的一年有什么演唱会的计划 或发新歌的计划吗 本来以为周深会像以往那样说 等二专发幕后 肯定会安排巡演 却没想到周深直接说 我请您一个问题 就是翘班扣工资吗 看你不扣 看我不扣 对 不行 我们是同人 老板 帮您先抓来 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我也知道 您从这样一路走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歌得手 我们很喜欢你的歌 谢谢 那么在新年你有什么演唱会的计划 或者发新歌的计划吗 你让粉丝期待一下 好 哇 啊 还怕剧透 但是我觉得 就是 该怎么给出一个比较火呼的答案呢 敬请期待 周深你等等 让我捋一下 你说害怕什么 什么剧透 敬请期待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在安排 只有有了安排才会有剧透对吧 还有敬请期待 只有有了计划 和已经在准备才会有期待 对吧 所以好像都明白了 大家静静等待吧 周深在抖音打响了跨年的第一枪 虽然抖动舞台看上去有点简陋 但周深歌声一出 整个舞台瞬间变得绚丽滑彩和梦幻 另外央视文艺 央视频等官微 发布了大湾区2024行年音乐会的预热片段 里面出现了周深 也等于变相官宣了 一想到跨年周深有十几首歌的舞台 等着我们真是太期待了 周深星歌浮光将于12月31日零点上线 荆州已过万重山 历史奔勇而过 邀你一同跨越流年 共赏着惊变人间的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医学